我邀請台灣總統 賴清德 總統賴清德出席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六十週年研討會 向民主前輩致敬 六十年前在那個專制獨裁 概念的黑暗面台 我們所見的平民到手上 加上米先生 衛天堂先生 不怕生命危險 我叫台灣人民主救運動選擇 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天風 除了感念民主前輩的付出 努力也提出自己的三個心得 雖然秋代就以前過去 但是共産的威嚇 不只是優雅存在 比過去更強烈 六十年前 黑暗面告示 只從你身世 未典了身世 賴清德也強調台灣的民主是亞洲的民主 感念民主前輩不為極權一步步努力推動了成果 由彭敏敏文教基金會所主辦的 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六十週年研討會 舉辦四場座談 邀請多位學者分享台灣民主之路 現場來了許多台派團體及代表 總統一一向他們致謝 彭敏敏文教基金會董事揚黃美信 也回想起對彭敏敏的回憶 在美國的時候 他就是參與這個台灣關係的法 還有台灣人兩萬的議民 要和中國分開 因為我在美國已經很久 我和他做的共事很久 賴清德特別不容出席 看出對台灣民主的重視 民視新聞 國際中人民SH小組 台北報導